中华民国国防部9日发布防空警报 中共于下午34分发射卫星 已飞越南部上空 请民众注意安全 若发现不明物体 通报警销人员处理 中华民国国防部 今天下午4时15分发布新闻稿指出 今天下午33分许 中共于四川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执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搭载卫星发射任务 该火箭飞行路径 飞玉井飞越我本岛南部上空 高度位于大气层外 台湾国防部表示 国军运用联合情监真系统 周密掌握相关弹道动态 轨迹等资讯 并启动空中威胁告警系统 以简讯通告民众提高警觉 为简讯英文用语 因疏忽未同步更新原系统用字 精准表达发射物系卫星而非飞弹 国防部向社会大众致歉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 今天下午人在高雄 收到国防部发出警报 他说 这是卫星不是飞弹免烦恼 不要紧 总统在这里 发生什么事都跟你们站一起 蔡英文表示 这就是让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 民主社会就是要公开透明 什么事情都让大家知道 政府会来做适当的处理 中华民国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 一个火箭投射器经过台湾本岛上空 政府有义务让民众知道 推动的火箭会一节一节掉下来 要提高警觉 日前 广西南宁地铁通道被指有日本军旗图案广告 引发关注后 该广告被撤 更多网民认为是被恶意举报的 还有网民认为 如果该图案是日本军旗 华为的标志也涉嫌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 1月9日 海外社交平台X上热议知乎上的一篇贴文 该贴文称 看电影没有出口的海 才知道半个菊花飘在水上 是就日本海军潜艇部队的标志 半个菊花是中国哪家企业的商标 网民在该贴文下方指出 华为的标志是半个菊花 还有网民留言说 灰像破坏民族感情的剑 居然斩到民族品牌头上来了 使用日军标志的企业 算不算辱华 把华为给我砸了 半个菊花之所以引起关注 是因为日前网民爆料称 广西南宁地铁二号线停红路站的广告 出现日本军旗图案广告 该广告上用了扇形的图案 背景是红色 局部形状犹如半个菊花 该广告被举报是日本的旭日企 引发关注后 1月7日 南宁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回应称 广告采用折扇 梅花 祥云等中国传统设计元素组合装饰 重视市民意见 第一时间安排工作人员撤出画面 更多网民认为这是被恶意举报 广告根本看不出是所谓的日本军旗 不该被撤出 故意挑逝的 拍视频的人明明能看到完整的扇子图案 却偏偏断章取义 只拍下半部分 故意带偏节奏 传统的扇子也日本军旗 整天疑神疑鬼的 就不能画个太阳了 日前 中国山东省济南市上空京县 不明飞行物引网有热议 济南上空线疑似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话题冲上1月8日的微博热搜 引发众多关注 济南时报报道 1月6日下午1时55分 济南天气晴朗 天空湛蓝 在二环东路上空附近 一架客机拖着长长的尾巴 由北向南以正常巡航速度飞行时 一个白色的不明飞行物体 在其上空附近出现 快速升高后 以客机几倍飞行速度 加速向南飞去 从网上流传的视频可见 该不明飞行物 以极快的飞行速度飞远 因此飞行画面时间仅有5秒 放大的画面模糊 仅可见一次漂浮的 蒲公英状球形物体 这一事件引发网民讨论 有网民表示 这可能会带来安全隐患 也有网民认为 这是外星人来地球的迹象 司马小友 在航线上出现不明飞行物 这是重大安全隐患 54700-84293 外星人来了 1月8日 中共官方播出的电视专题片中 曝光了湖南长沙 一栋居民自建房 突然坍塌 造成54人遇难的事故的一些细节 包括倒塌的楼房 长期处于无监管状态 这其他楼事故 是实打实的人祸 2022年4月29日 湖南省长沙市旺城区 金山桥街道的 一栋居民自建房 突然坍塌 仅4秒钟 8层高的楼 就变为一片废墟 这场悲剧 造成54死 9伤 死者中有44人是大学生 死者中 有医学院的学生 奶茶店的员工 餐馆的服务员 还有送外卖的小哥 9名幸存者之一的张霜 因左腿严重受伤 至今无法行走 这场悲剧原本有机会避免 此次事故的获根源于 自建房违章 加盖至8层 却没有向任何部门 报备办证 设施房屋 属于金平社区 盘树湾组 由当地居民 吴奇生 吴志勇父子 于2012年建造 最初为5层楼房 局部6层 2018年 又擅自加盖到8层 局部9层 楼高达26.3米 在整个建设过程中 没有向任何部门报备 或经过任何审批 设计施工 也均由 没有专业资质的 土师傅完成 导致房屋结构 和建筑质量 存在严重隐患 更令人震惊的是 除了一楼 使用实心砖墙外 2至5层 全部采用 承重性较差的空斗墙 这样的建筑结构 存在极大安全隐患 最终酿成惨剧 本应存在的监管 则始终未发挥应有的作用 除了住建 城管 规划部门 对违法建设 也负有监管责任 但多个部门之间相互推诿 一些官员 对违法建筑存在的 安全隐患之情 却选择性失明 而吴氏父子 正是因为看到 没有人管才敢违法 加盖至8层 资料显示 2020年7月 朱建部部署 在全国开展 为期一年的 两位清查工作 旺城区短时间内 曾三次修改 违建房排查数据 2021年6月29日 上报的事 排查了217栋 仅6天后 改为8.1668万栋 一个月后 再改为1.8238万栋 前后数据相差巨大 湖南省纪委监委 工作人员张华称 当时上报的 200多栋数据太少 于是就想着 把数据搞大一点 直接将自建房 登记的8万多栋数据上报 后面发现显然不现实 因此又修改 更为离奇的是 无家的居民楼 明显是违建 不仅无人监管 加盖后 反而租给了更多商户 楼内开设了餐饮店 私人影院 家庭旅馆等 更离谱的是 获得家庭旅馆经营资格 竟然不需要经过房屋安全检测 一家名为 香大工程检测 有限公司的机构 为问题房屋 出具了鉴定报告 声称其符合安全使用条件 而这家极度不负责任的机构 原来是 长沙市公安局 旺城分局 治安管理大队 原副大队长 刘万全 推荐给辖区内 有需要的房主团购的 背后则是 刘万全 收受了该机构的好处 刘万全称 自己收受了两万三千或两万五千块钱 资博烧烤凉了之后 中共开始热炒东北旅游 近日 广东一女子曝光了 其在参加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雪香两日游期间 导游强受套票 未果竟侮辱她掘屁股等着 该事件引发关注 并给东北旅游业蒙上阴影 大二学生小刘是广东人 在黑龙江大庆上大学 刘女士1月4日 在某平台花358元 报名了黑龙江哈尔滨雪香两日游的团 团费包括了 哈尔滨到雪香往返旅游大巴 雪香门票 到站车 雪香住宿 三正餐一早餐 导游服务及旅行社责任险 购买后 刘女士通过客服询问 是否有自费项目 客服表示 不包含景区娱乐项目 导游会帮忙推荐 可以自行购买 1月5日早上6点左右 刘女士乘坐大巴出发 途中导游推荐了价值1380元和1580元的自费套餐 据刘女士描述 当时车上只有她和两位朋友为购买 随后 刘女士一行 在途经亚布立镇一服务区用餐后 导游将刘女士一行三人拉到旁边 再次劝说他们购买套票 三人再次明确拒绝购买 并表示去雪香就是想看雪 刘女士在接受陆媒采访时表示 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 如果不报这个套餐 就没办法带我们继续玩了 随后双方产生争执 根据该女子提供的视频 导游称你总共交了几个钱 不完就撅屁股等着 据陆媒8日报道 雪香在大众心目中的印象 目前已经是相当糟糕了 雪香频繁爆出各种旅游方面的负面消息 包括兜售非正规高价景点门票 住宿餐饮坐地起价条件恶劣 黑社黑岛 强迫消费欺诈游客等等 2024年1月 雪香又接连爆出游客打车 被强制拼客宰客住宿价格太高 服务太差 遭遇阴阳价格等多起投诉 尚书刘女士被导游侮辱的新闻被曝光后 尽管当地官方通报称该导游已向游客公开道歉 但有网友嘲讽说 刚打出个品牌 老毛病又犯了 网民默默地吃 也吃不胖的瘦子透露 去过一次 被坑了1688 公交跑一半让交钱 说交了钱就是朋友 不交钱就是敌人 有俩人没交钱 晚上不给他们开房 俩人一宿没睡 在外面冻了一宿 网民全小区金牌冲浪选手认为 雪香难整改 而且好多都吃哑巴亏 是因为到了之后 房间坐地起价 或者随意给你换房行 你不接受就自己再找 好多人就吃亏接受了 因为雪香那边太冷太偏了 冷得不行 大晚上走路也不好走 就只能认栽了 值得注意的是 近一个月以来 中共官方大力推动的 东北旅游热度居高不下 以冰雪游 东北旅游 哈尔滨等关键词 频频登上热搜 并占据媒体显要位置 甚至有多家东北旅游 相关个股大涨 不过 有网民认为 在经济低迷下 媒体一阵操作热炒 东北旅游 而去年资博烧烤 如今也凉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